全国规模最大由中央直接主导推动的国际级新创园区领口新创园 即将在17日全面启用 利维旅森林也特别邀及经济部领口区长以及在地里长 一同参观领口新创园区 了解目前的进驻状况以及未来营运的规划 领口新创园即将在10月17日全面启用 届时将有非常多国内外新创公司进驻 年轻人才涌入领口 为了让在地乡亲更了解未来领口新创园 如何与在地融合带动地方发展 特别邀请区长及在地里长一同参访新创园 10月17号的时候就是我们领口新创园区的开幕 那因为里长过去都非常关心我们领口新创园区的发展 那所以今天呢也邀请我们在地的里长一起来抢先看 我们这个领口新创园区的完成 另一位旅森林表示 领口新创园将是领口地区产业升级 跃升国际及都市的重要建设 自他上任开始就非常关注领口新创园的工程进度与进驻时程 去年9月并提出国际接轨 小资新创绿色创意 在地加值共享空间等五个多一点概念 今年4月再度向经济部建议 以在地链接 在地滚动 在地创生等三个在地概念 希望经济部能纳入未来营运的规划 期盼未来新创园成为领口都市发展的新动力 藉由这样子硬体设备的完成 让我们更多的国际企业来到我们台湾投资 甚至是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台湾 那让我们台湾的不仅是在新创方面也好 或者说科技产业上面也好 都能够有更大的突破更大的发展 立威旅孙林指出领口是新北市人口成长最快的区域 拥有桃园机场及台北港的优势 基础建设完备 更有在地坚强的产业链协助 相信领口新创园未来将成为新北市 乃至于台湾新创产业的火车头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领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